你 你 你回来了 怎么 我回来了你不高兴啊 没有 我正好报警了 报警 警察管得了神经病吗 对了 你去给我查一下 那个叫好聪明的女人 我记得 她之前假装创车碰子来 她说她认识我 还说 算了 你也去查吧 别人身体其他部位啊 没有太大损伤 但是她的头部啊 经过猛烈撞击 造成当场昏迷 如果她能清醒过来 还没什么大碍 不过 就是清醒过来以后 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你真的 不记得好聪明了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她是美克拉北的员工 跟我们还有合作 施总 我看你刚从车祸中醒来 脑子可能不太记事 要不然 先睡吧 给我看紧点儿 给我看紧点儿 您的工作将美克拉美切大运工来完成 从今天开始 你跟我们迟迟的合作就结束了 迟总的吩咐 迟墨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他恢复健康了吗 我要见迟墨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苏总住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不行 今天我一定要进去 郝小姐 你不要逼我 宋长中 你不要逼我 郝小姐 是吧 事到如今你还有脸带在迟室 我告诉你 实际上的 拿着你那些东西赶紧给我走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迟总握个手 道个别 等一下 这什么东西啊 情书 还是什么宾馆的环节号啊 郝小姐 你这种姿色 我还是真的难以下手 你这种姿色 我果然没看错啊 看来你还真是一个 花痴妄想的风靡 郝小姐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 想上位 也要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价 刚才走 不用拉我 我自己会走 齿梦 既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再见 迟墨 宋总珠是坏人啊 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呢 你快点恢复记忆吧 一定要捉住真凶啊 当然 你要是能顺带想起我的话 那就更好不过了 我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迟墨父亲的死 竟然跟爸爸有关 我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终于明白 迟墨他怎么对我都不过分 这些罪证我必须要交给他 可是我把罪证交给了他 我爸爸又该怎么办呢 爸爸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不想看到他有事 不知道迟墨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迟墨现在怎么样了 难道他真的不记得 我跟他之间的事了吗 我们一起发生过那么多的事 到头来 喂 他竟然什么都忘了 丛妙 丛妙 叔 小主最近茶饭不撕的 失恋了你知道我韩逸啊 我可是恋爱专家 什么样的事解决不了 韩逸你说 迟墨他真的把我忘了吗 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人脑子有病 一会儿迟墨 一会儿宋晓晓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提过 跟他恋爱有风险 投入感情 需谨慎 你就是不听 韩逸 我真的觉得我好失败啊 晓晓消失了 迟墨也失忆了 我怎么验证这个关系啊 人家谈个恋爱好歹有个名分 我连失恋的资格都没有 我认识的那个有点二有点傻 屡战屡败 但又屡败屡战的那个傻姑娘去哪儿啊 你要振作起来 老板 对不起 之前我在保险柜发现的那个资料 没有亲手交给您 而是相信了宋总助 导致资料缺失了关键的一页 我有负您的重托 请您责罚 金秘书 其实你也不用自责 只能说他藏得太深了 连我都给骗了 做错事情不怕 怕的是无法弥补 我一定会将功赎罪的 先把你的调查报告给我看一下 宋三水这三年来 侵吞公款 暗中敛财 拉拢人心 实力实在不容小缺 而且在您车祸以后 他就掌握公司大权 背地里拉拢股东 还偷偷地收购公司股份 人心不足 舌吞向 既然他想收购公司的股份 从而坐上迟迟掌门人的宝座 那咱们就想个办法 让他怎么吞进去的 再让他怎么吐出来 宋总助 最近真是辛苦金秘书了 这段时间公司的事也比较忙 我看金秘书敲碎了不少吗 宋总助您还不是一样 不过好在老板已经痊愈了 又可以重新管理迟事 这对你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是啊 只是我看 他好像不记得 那个叫好聪明的女孩了 医生之前说过 他的头部受到了撞击 可能会有后遗症 我看是不是还要检查一下 老板已经复查过了 一切正常 那就奇怪了 他跟那个叫好聪明的女孩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呢 之前老板确实压力挺大 也看过心理医生 不过因为车祸 好像已经完全康复了 你说这会不会是因祸得福呢 我看不记得倒是一件好事呢 是啊 实陌之前双重人格那病 莫非车祸后 把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 都给忘了 宋总助 您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 没事 不好意思 不是已经谈好了股份的事情吗 被人结束先登了 好 好 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无论如何 一定要拿下股份 宋总助 我这里还有事情要忙 我先走了 宋总助啊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你自己的资历呢 以及手上的股权 现在基本上没有当总裁的资格 就算我们正式支持你 那也不够 你对自己的这些要求呢 我看啊 应该是从长计议 是 您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前段时间我听说 有人暗中收购大量的股权 如果这批股权能到我手里的话 再加上郑总您的鼎列相助 那么我相信 迟迟也该改名换姓了 你的意思是 想收购这些股权 是的 我联系到了收购股权的人 他也答应把股权转让给我 只不过需要一大笔钱 这一次 我赌上了我的全部身家和性命 跟他定了转让合同 这样一来 我跟池墨的股份 就差不多持平了 到时候 再加上郑总您 跟其他股东的支持的话 我可以支持你 但事成之后 我要分割 池市的股份 如果没有回报的话 我是不会投资的 忘了说了 我那个表弟 一直追查我姨父的车祸真相 如果这股脏水 破在您的身上 他应该不会放过您吧 你 所以说 我们两个互相彼此合作 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身边 敢先养了一只狼 滚 我滚出去 对了 郑总 其实啊 我密别的意思 您可以放心 只不过 您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 咱们到时候股东大会上见 关于现任总裁的健康状况 近期流言纷纷 让池市集团再现一顿中心 而且我们几大股东 对于现任总裁一连串的失误 感到十分失望 所以根据公司章程 我们决定 重新票选公司总裁 各位 我有几句话要说 我们的总裁一直没有出现 最近时期的工作 都是由我们宋总助 在执行代理总裁的职务 我个人非常看好他 所以我提议 由宋总助 来出任我们新任总裁 其实啊 表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资历太显 宋总助 你就不必谦虚了 总之我们几位大股东 都是支持你的 对 那么新任的总裁 是要经过票选的 那咱们就按照老规矩 以股权的份额 决定票数 我先来投吧 我这一票投给宋总助 我第二票也投给宋总助 只要郑家再投我一票 其他那些小股东的票数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我 看来今天董事长的位置 非我莫属 有一件事情我得打断大家一下 因为宋总助的股份不足 所以他没有资格参与董事长的票选 这 这不可能 我刚刚说过了迟迟百分之七的股份 你自己看看 这 那些股份无效 怎么会这样 这 不会呀 喂 不是已经谈好了股份的事情吗 被人结束先登了 好 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股份 既然这样 那今天选举新的股份的提案呢 就取消了 啊 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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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郑老板 盛总 宋总主 有什么话不妨直接说吧 我现在有事 得赶紧赶快正式公司 行 盛总 咱俩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你得帮我 对不起 我爱不你 盛总 莫非您是贵人多忘事 你可别忘了 在我手里 可还掌握着那些见不得人的资料呢 不是 刀疤死了 呜呜呜 也下落不明 就凭你手上资料 还有什么能要想我呀 如果我是送赌注的话 我不会纠缠这些 我会啊 想想好好怎么回去投影 难道你真的想下半辈子 在这监狱里度过吗 这些比较多了 去年轻的 去年轻的 这些比较多了 我现在会得到 我只能不能干净吧 这个东西 是一个背景的 对 这是我爸爸收集所有送三水的犯罪证据 但有了这些证据 一定将它绳之于法 我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你现在把这份资料交给我 我想帮你 对 这件事情是我爸爸不对 但它只是传统你表哥盗取商业机密 并没有要害死你父亲的意思 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希望事成之后 你不要追究我爸爸的责任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会答应你 保重 之前我对你的态度 谢谢了 妈 这些资料我已经交给警察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这孩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来看他 这些年 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妈 真没想到 他竟会做出这样的事 不好了 老板 证据已经交给警方了 只不过我们晚到了一步 宋总柱那边已经人去楼空了 看来表哥早就了他了 老板 已经查清楚了 宋总柱逃走当天 有人看到他和郑总在门口发生了争执 我想应该是郑总透露了消息 他做贼心虚 现在表哥逃了也正合他意 他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对了 金秘书 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了 等这件事处理完之后 公司运转恢复了正常 我给你放个长假 到时候你也出去玩一玩 放松放松 谢谢老板 对了 金秘书 老板 还有什么事吗 您是不是想问 池氏和美克拉美的合作进度 对 最近我事情太多了 所以也没太关注这件事 我昨天已经去过美克拉美了 在设计部碰见了郝小姐 听说她最近化悲痛为力量 设计出了两款非常受欢迎的新品 叫惹火和纯情 而且定在十一月十一号上市 她最近应该都在忙发布会 会很忙的 是吗 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我也活得很好 然后 车都开着发布会了 去 去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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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跟你谈谈 既然齿总已经不认识我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虽然是我不认识 但是郝小姐相信一见钟情吗 自从上次咱们分开 我发现我的生活中 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我看那影的时候 你就是电影中的女主角 我买画的时候 你就是画中的小公主 我吃饭的时候 我会惦记着你 甚至我做梦的时候我都会 你根本就在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失忆 对不对 齿木 齿木 我告诉你 我不是你的盘中菜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是可以随便 让你耍着玩的 聪明 你 你听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了 不想听 我是有苦衷的 对不起啊 是我不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 无条件投降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全力减半 一五加倍 好不好 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你想一想 其实我也挺难的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爱上你了 第一次 和你撞车的池总 你不要吵吧 第二次 和你一见钟情的宋晓晓 这是第三次 这是第三次 你看看我 我是全新的池墨 我不是以前的我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特别想做你最爱的人 和你最不想离开的人 聪明 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聪明 对不起 我也失忆了 你刚说的那些什么 我根本就不记得 我拜托你不要在路上 随便找一个人就告白 这样会显得自己 很像神经病